今天是幾月幾號啊 6月3號 禮拜六2023 11點54 然後我是12點上班 來插個翻曬 我真的被我自己的翻嚇到了 就是這樣一條 然後這樣一條 昨天看影片 看自己錄的那個登山影片嚇到 真的是補差的問題是不是 我今天醒來的時候啊 我的WhatsApp 就有 因為這邊的人都用WhatsApp 然後就有三個訊息 然後我看完我們那個打工群的訊息之後 我好像只有一個訊息啊 那其他兩個咧 結果我跳出去看 竟然是他傳訊息給我 我昨天晚上不是在那邊哭說 我不知道他會怎麼傳訊息給我嗎 欸 就傳訊息給我了 可是我的心情就是 頗冷靜啊 就是也沒什麼 就是也不能有什麼 然後他是傳訊息給我說 喔 叫我的名字 然後他說 這是我的辦表 我會在下禮拜六 在Vegan那一家做 6點到11點就這樣 我就說 Hi 然後他的名字 Thank you 然後一個那個就是雙手合十的那個 Emoji 表情符號就這樣 就沒了 然後我也沒有點 點他的那個訊息 大拇指或是愛心什麼 就也沒有 就是這樣 就也不能怎麼樣 欸 就這樣咧 就是怎麼這樣 我之前千期待萬期待的事情就發生了 然後就這樣 就片片淡淡 我期待的就是說 會希望他有一個 就是會希望有一個契機讓他 需要傳訊息給我 欸 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等一下 我的朋友應該會來吃河粉店 應該啦 不知道 然後他們有可能可以幫我拍照 我好感謝 我真的好感謝他們 謝謝 如果你有在看的話 謝謝 他們是我跟我一起去爬那個愛冰寶 的兩位朋友 謝謝 喔 然後雨月經來了 我今天雨月經正式來了 然後重點是 起床的時候我覺得還好 結果呢 就是 比如說洗手 還是就是 就是清延時的瞬間 欸 開始突然痛 然後我馬上 重去吃一顆止痛藥 然後就痛到不行 然後我真的是猶豫說 我到底要不要使第二顆 結果後來就是忍了 大概17分鐘藥效就發作了 就是 他那個發作就是 他會在突然某一刻 你在做某一個動作 就是突然某一刻 真的是某一刻 然後就不痛了 就沒感覺了 指頭藥真的很神欸 謝謝 王先生姐指頭藥真的很神 就是 你前一秒真的水深火熱 在地獄裡面燒 然後 突然某一刻就 沒感覺了 就回到正常生活 好神秘喔 好神秘喔 廚房過了 檸檬好 超好 完全不抱期待喔 因為我覺得可能 不會很好的 結果還不錯欸 可以賣 然後我剛剛就跟 座的那個女生說 可以賣可以賣 她說 喔對我們就是要賣 所以要是否 其他餐廳或是這裡面 我不知道 下午 4點 26 我4點到 我4點就休息了 然後 我想說我員工餐在這邊吃 因為 我這樣就不用洗我的盤子 而且我明天還要上班 所以 就不用洗盤子 然後我今天點 豆腐炒 越南河粉 Amazing 我剛才就是又有點 心碎 就是 我覺得我現在 心就是 我可以感覺到她是 受傷狀態的感覺 就是 就像你感覺你的手受傷了 或是你感覺你的腿在受傷 我覺得我感覺到我心在受傷 剛剛 因為 那個男生 他去 全素餐廳 他的小食術很驚人 就是那個小食術驚人到很像 就算在台灣 那個小食術也 不合理的那一種 超級不合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排成那樣 然後結果 我就 跟我的女生同事 聊到這件事情 然後女生同事 就聽完之後說 真的很誇張 真的很誇張 然後她就接著說 可能是因為她暑假的時候 要跟 女朋友去旅行 所以她們可能在 存錢 我聽到的時候 我真的 我真的 心很痛 我真的覺得我心很痛 就是覺得心受傷了的感覺 我真的好難過喔 跟女朋友去旅行 這是什麼 夢幻的關係啊 然後為了跟女朋友去旅行 就是工作大做特做 小食術那麼高 那個高到真的是 我們台灣這種高公尺的地方 都無法承受的那種高 我要把它重挑掉 然後為了 就那麼努力工作 為了要跟女朋友出去玩 那我呢 沒事啦 然後反正 我等於是 我才想起說 喔那這樣我 禮拜六 會跟她打班耶 好難過喔 真的為什麼都這樣啊 為什麼我喜歡的人都 我都得不到呢 為什麼我喜歡的人 我想要的人都得不到呢 這種感覺真的好痛苦 為什麼啊 我等一下就回房間 把我的鹹魚先快點解決掉 不然我真的 覺得再放下去 真的要出事了 我最愛的花野菜 晚上9點04 我還想到一個點 我真的很像 走不 走不出來的人 走不出來還有什麼 就是 對啊就是走不出來的人 就是呢 我們在很一開始 就是還是 我不是說有一次 我們那個break 聊了超多 而且做同一桌嘛 就是那一次然後 就那時候才 根本就剛開始喔 就是還在 你知道喔 就是小試探覺得 嗯嗯這個人 喔不OK 那有時候喔 我們聊到她 暑假在幹嘛 欸暑假有什麼計畫 就是很 因為我們才剛聊完 她的上一個假期 所以呢 就很順著問說 欸那張暑假呢 有什麼計畫這樣子 就是很合理的問題 然後呢她就說 她跟她 朋友 要去 巴厘島 然後 我前幾次上班 就又有聊到說 欸因為暑假接近了嘛 而且就是 學生其實 課跟考試結束 就結束在最近 這一兩個禮拜 或三四個禮拜這樣子 所以就又提了一次 欸暑假的計畫 什麼之類的 然後她又說喔 就還是一樣 只是就是還有時間 可以安排什麼之類的 可是她的說詞都是說 她跟她朋友 她用friends 複數 這個說法喔 但重點就在於 你看今天女同事跟我講說 她跟她女朋友要 暑假出遊嘛 所以她在 呃 賺錢省錢 那我當時在 就是 我當時第一次聽到她說 她暑假有可能去巴厘島 跟她朋友一起去的時候 我就問說 蛤? 巴厘島? 你這樣幾乎可以回家了欸 怎麼沒有要回家 因為她好像很久沒有回 她的國家了 然後呢 她那時候回我說 沒有為什麼 然後加上就是 就是 嗯 怎麼講 反正就是有一些 蠻合理的客觀條件 然後她就解釋了這樣 可是呢 現在回推喔 如果她有女朋友 如果她是跟她 女朋友跟她朋友 一大團 就是她的朋友 欸 對好 就這樣 一大團要去巴厘島 那如果她的女朋友 是跟她一樣在格拉斯格 或是甚至英國好了 或是甚至 歐洲好了 那 我在講說 我們在聊到說 她會跟誰去巴厘島 這個行程的時候 她應該會說 她跟她女朋友 跟她朋友們 一起去巴厘島才對吧 怎麼會說 她跟她朋友呢 如果她真的是一個 很不喜歡跟同事 講到她女朋友的事情的人 那她應該也不會 找同事幫她畫 她跟她女朋友的肖像吧 還是她就是不想 她就只是 願意跟那個 就是會畫畫的女生 聊到她的私生活 然後不願意跟其他人 好那這樣我就沒有錯怪 欸 那這樣我就錯怪她 但 那 我先講完我的 困惑 如果她女朋友 是在 她的 家鄉 或是在任何其他地方 那 我講到說 蛤 巴厘島 你幾乎 那個距離 遠到幾乎你可以回家了欸 的時候她不就 就是她給出的答案 不就應該會比較類似說 喔因為 女朋友在 那一區 所以她來巴厘島也很方便 所以我們有點像 在巴厘島集合 那種感覺 我有想錯嗎 我有什麼邏輯漏洞嗎 還是我有 因為我剛剛還沒有講出口 在錄影的時候 講出口的時候 我在腦袋想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質疑很合理 但現在聽起來是不是也還好 就是她也沒有很大問題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好等一下等一下 今天 我們有另外一位男同事 然後呢 我們聊天 就聊一聊 也 我跟她才搭搬搭 第三次吧 第三次喔 然後我們也沒有很 很聊天 或是也沒有很 就是 互動有沒有特別 超爆 友好同事 這樣也沒有 但是呢 我們今天正常的聊著聊著 她就講到她女朋友了 是吧 正常來講應該是這樣吧 然後像我今天跟女同事搭班 我今天是跟那一位男同事 跟那一位女同事嘛 女同事也是今天 又提到她 她男朋友的生日 還有她的週末行程 然後也是跟男朋友有關什麼的 就很容易啊 就明明很容易啊 我有我的 我想錯了嗎 是我誤會別人了嗎 沒有啊 還是真的我誤會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應該如果有女朋友的話 應該很容易就聊到啊 然後像 今天那個男生我們聊到說 她女朋友的時候 我們就是也 很正常的就是話題推進 很 就是節奏非常的 一般 然後我們就也很開心的聊說 她女朋友怎麼樣怎麼樣 在哪裡認識的 然後又聊到說她女朋友在 就是 為什麼會聊到她女朋友啊 就是講一些 就是跟她女朋友的關係 然後我們大家就也聊得很開心 就也沒有什麼莫名的防備或什麼 就像 正常同事之間會聊到的那種感覺 然後 欸我也擁有過很多同事好嗎 我也擁有過很多類型的同事 然後很多組別的同事 大家都是 都嘛 就是 就是 我的人生經驗也不短欸 就是也不少欸 可是我的 人生經驗工作經驗 同事共處經驗 來講 有另外一半有伴侶這件事情明明就 超容易聊到 是吧 是吧 我真的想不開欸 就是我真的是 無法放下這件事情欸 就是 到底 我日文課的時候有覺得 日文課有覺得一個男生還不錯 他是那種 就是我在更年輕一點 可能就會喜歡的男生的那種型 我應該講過 然後 我前幾天上課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好像 就突然發現他跟我們另外一位女生 好像就開始有什麼了 那個有什麼是 不是那種很曖昧的有什麼 不是那種很偷偷摸摸的有什麼 是那種很大方很優好的有什麼 然後 我就有點驚醒 就覺得 真的是這樣 大家都好開心喔 那種感覺 然後 就是他們兩個的互動 我就 有點愣住嘛 我就覺得欸 哇那樣的男生喜歡 那樣的女生真的好合理喔 真的好合理喔 跟喜歡上我 就是那樣的男生喜歡上我好像比較不合理 我跟那個男生在一起好像也比較不合理 就是好像搭不起來的樣子 我 我好像很容易喜歡那種 有一個很明確的類型的女生 可以跟他搭配 然後那種類型的女生不是我這種類型的女生 等那種男生 是 是 是說我 比較容易喜歡上不同世界的男生嗎 等那種感覺嗎 我也不確定 就是我很容易喜歡上 一種男生是 我想起來 我想像我跟他搭起來 會覺得 好像有點勉強 但是他 我發現他跟哪個女生就是開始越靠越近的時候 我看他們兩個搭配度 又就會突然驚覺 哇就是這樣搭啦 真的啦真的 就是這樣搭才合理又順 然後又 又就是 就是 命運什麼都站在他們那邊 對啊就是那種啊 真的真的 真的不是我啦 他們 一拍即合 過度契合的那種 理所當然感 讓我覺得看得很明白 也許打工的這個男生 我看完他女朋友之後 我也會有一樣的感覺 就總是這樣欸